这边重点就是有三个 第一个是for each for each的话指的是什么 就是范围内的每一个 每一个所以for each应该可以理解 每一个sale ok in 在这一个 特别说另外第二个重点是shade1 这个shade1指的是什么 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特别以后如果你要比对的资料 在另外工作表 你就要跟他讲在第几个 另外有个叙述方法 就是你也可以写成这样 在哪一个 ok 就是你可以给他一个名称 那两者最大的不一样是说 如果你位置会变动的话 千万不要写成这样子 因为如果一一变成 那找不到 ok 如果不会变动的话 你可以写这样 但如果会变动的话 你就写这样 因为你换位置没关系 一样就找到那个储存 那个工作表的 特别点的话意思说的 有点像台北市的 有没有那个贵阳街 下一层下一层 一层一层的这样 ok 然后你就给一个Range Range的话一样是一个字串 反正哪一个储存格 到哪个储存格 他就全部比对了 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你们要做一些资料的比对 就可以用这一招 这招还蛮好用的 ok 城市不多 但我觉得每个每个都做 最后的话有个地方我没写 is this for is this for 什么意思呢 因为已经找到了 而且只会找到一个的话 那你就还需要再找嘛 都比如说我今天要找的是哪个人呢 就是找这个高明明 啊找到了你就不用再往下找 因为不可能找到第二个高明明 所以特别主要找到了 那你就怎么样 就直接最后啊 直接在这边写一个 如果找到的话 ok 那也把资料 帮我call过来之后 你就可以离开了 is this for 意思就是不要再往下找全部了 因为for each他意思说 把每一个每一个找出来比对比对吗 可是如果将来你已经找到了 如果两个已经比对了 这个意思是说 如果已经找到高明明了 那你就帮我把资料 什么资料 这个什么呢 这一个 G单位call到他的B栏 然后呢就不要往下走了 ok 不过啊 刚刚我其实没有写 可是呢 其实跑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电脑在太快 就是呢 因为他可能差个万分之一秒 对你来说毫无感 可是哦 跟各位讲哦 因为这资料量不多啦 你无感 可是如果将来你的资料量 像股市资料 哇那么多对不对 马上就有感觉了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地方如果质量少没感觉 但是如果质量又多的话 尤其你要比的质量 一堆的话 哦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必要 找到就不要继续往下走 哦 特别是这个地方你就要加一个edit4 这个当然也是一些小细节 所以有的人说老师 为什么我的程式跑那么慢 为什么你的程式一下就结束了 哦 关键在这里 所以这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话呢 大概就差不多完成了 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把这个清除按一下 这个就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了 至于 或者你们也可以再找 用在别的地方试试看 OK 所以建议吧 像这些东西 最好用的地方就是你要找其他方便来试试看 应该有吧 类似东西 我想这个蛮多的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没有什么题目 所以今天的话 也许我们就再来看一些 如果我今天用什么 用那个Excel的函数相对来解决会比较麻烦的 比如说325好了 比如说待会请各位开启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哦 他的这个题目哦 主要各位可以看到哦 来源就是B栏 那我要把这个B栏里面的东西哦 帮我把它放到 DF D E F G 那这个地方你想说 这个跟这个种关联性哦 请各位看哦 这个B栏的资料有没有 入职时间指的就是这个 姓名后面刘洋和指的是这个 公号指的是这个 那内部号码指的是这个 内部电话 内部号码 哪一样 啊再下一个 有没有发现 又一个规则性 一个循环 也就是这个是一栏 一对四 也就是要把一栏的资料 怎么样 帮我分割成四栏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你会发现前面 假设栏你如果直接把资料带过来的话 那会多冒号前面这些资料 我要怎么样 把它删除 所以其实这一题哦 有两个需要做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如何把重向的四个 放到横向的四个 然后换到下一个又重向的再四个 放到横向四个 第二个是放过来资料呢 前面不要有冒号以前的东西 所以两个重点 所以请各位啊 待会哦 再开启什么 3 2 5人是分栏的这个部分 然后先做什么 先理解之后 然后把它delete掉 delete掉之后的话 再来就想想看 哎 有没有办法做 当然哦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插入环数 上个礼拜是讲到最后这个V路函数 我以这一题来看哦 V路函数在这边可以用吗 应该是判不向用场 所以呢 V路函数不能用 哦 OK 所以哦 你会发现哦 工作里面哦 很多人真的对V路函数很熟 我发现很多人真的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 只会用V路函数 OK 问题是很多地方就是不能够用V路函数完成了 那怎么办 你就没有招了 这个时候其实啊 跟各位讲 你可以用别的函数 这个地方可以用这个 index OK 那这一题啦 当然 当然也可以直接写VBA OK 像我的习惯啊 写习惯之后就写VBA算了 管他用index OK 不过 要怎么做 我们待会两个都讲 OK 另外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题目 像刚刚那一题哦 根本连用函数的机会都没有 就直接用VBA算了 OK 所以 请各位想想看 第一个如何做 用index 试试看 按确定 OK index呢 他有两种的引数 我们用第一种 OK 然后呢 他主要要什么东西呢 他其实他的逻辑非常简单 第一个array array什么呢 其实就范围 意思是说 我要帮你把什么资料带过来 请你告诉我三个东西 第一个 请你告诉我范围 范围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跟他讲说 从B2到B的最下面 那个 这个 我先把这个范围填过来 这个范围就是我要给你的哦 第二个 请你告诉我 你要这个范围里面的什么呢 roll 什么呢 哪一列 column 哪一 蓝 OK 所以你只要告诉他说 我要请你 所以我如果要抓这个资料的话 当然这个资料就是这个范围我给他 所以先点B2 Ctrl-shift向下 这个范围里面哦 那我要带第一个 所以你就拿第一几列 第一列 哪一栏呢 第一栏 他就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入职时间带过来了 OK 我按确定 那特别注意哦 为什么第一列 你想说老师这不是第二列 特别说不是看这个啦 是看这个范围的第几列哦 所以这个应该是 这个这边应该是第一列哦 OK 不是那个看前面的 应该看他选的这个array 的第几列 第几栏 OK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什么 把这个带过来的 对不对 那如果要带姓名的话怎么带 姓名那不就是呢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过来 做什么呢 这个范围一样嘛 这个范围不动 然后应该是第几列呢 这个范围的第二列 对不对 所以把这个 啊 第几栏呢 其实你会发现栏就一栏 所以不会动 所以这会打勾 哎 有没有 那这个呢 那不就把这个公式再贴 什么 这边改什么 改3不就好了 OK 哎 有没有 然后再来这个改什么 改4 哎 所以其实你只需要怎么得到 12345678 哎 那不就可以把资料全部带过来 所以哦 特别是哦 接下来你可能要想 你总不可以一直贴吧 这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一个方式 可以产生这个数字 如果这个数字可以产生之后 再把那个数字哦 放到哪里呢 放到他第二个参数里面的话 好吧 那其实你的公式就可以完成 我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因为这个地方没办法用物银环数 我们基本上最 我觉得最好用的还是用index 只是index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哦 所以针对呢 这个 刚刚提到那个 这个 各单位所那个查询的部分的话 我 我又把那个最后的结果 我三个重点也把它写在云端上 各位可以参考之外 另外的话 请各位再 开启这个325这一题 然后也想想看 用什么方式 可以把这一题快速完成 那这一题哦 我大概想到的 其实你如果用index是可以啦 其实index其实也可以 或者offset 不过比较常用还是用index 所以这一题的话 请各位 可以试着用index做做看 但是index会有个问题 就是 里面的那个数字 有没有要跳1234 再来5678 90、11、12 总共好像有32个人 所以2到33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让他产生什么 1到32这个数字 而且刚好要放在 d到趋栏的出生格里面 OK 如果可以产生之后 再把那个产生的数字 再放到index的 第二个这个参数值里面 结果就可以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